這個情況會這樣出現 當然,講到另一件事 講到Marinka的情況 我們講到馬林卡 其實馬林卡到現在都莫衷一時 即是沒有人能夠清晰地告訴你 其實馬林卡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只能夠說馬林卡和周邊地區 第一,戰鬥應該仍然持續 但會不會是最後的橫抗呢? 我們要觀察 馬林卡亦事實上 其實都有很大部分的地區 其實已經淪陷了 即是一排排屋 戰前,其實只有9000人左右 不多人居住 即是一個比較小的村莊 戰前就是這個人口 現在當然是鬼城 基本上應該都不會有人 特地說來馬林卡 這些情況 其實在馬林卡的地方 為什麼一定要獲得到? 因為馬林卡 其實是駁向一些高速公路 例如0010、N15等高速公路 如果你能夠奪去馬林卡 只能夠向西方 concrete 繼續 Và 包括Hérôr Hóirvka 這個會在另外西面的城鎮 你可以博通地繼續向前下 即是說俗稱 Marinka 阻礙人發達 剛剛這條路 很好路的 但你總是 俄羅斯拿不到這條路 所以 你拿到百分之九十 或者拿到百分之九十九都沒用 你一定要確保百分之百流通 這樣你才能夠 控制得到Marinka 現在的情況 就是俄羅斯 他已經佔了百分之九十 甚至乎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即是現在的Marinka 但是你始終控制不用整個Marinka 即是說 你還有一些部分 可能對方都不處兵 就是用外圍的炮火和你拉斜 你又不敢進佔那一刻 然後對方的火炮伏擊你 如果你不清除了對方 剩餘 在Marinka 裏面 覆蓋到火力範圍 那個交叉火幕 你也是沒有辦法的 即是你趕人走 因為對方有火炮的染護 你進去 反而成為一個QBOX 給對方打擊 以及我們剛才提到 你用無人機的攻勢 可能在Marinka 裏面 也不算很突出 即是 烏克蘭這邊的無人機 的戰術 肯定也不會差 比俄羅斯差差 所以 變成在這個位置上 Marinka 現在這個位置 未必這麼快便輪陷了 但是 其實輪陷是時間 這樣說 真是時間 去到某個程度 某個資源耗耗消耗的情況 不可能一直 用這樣的情況去消耗下去 消耗的資源不會太少 因為人少 只能消耗資源 不能消耗人命 這跟俄羅斯剛剛相反 我們相信 烏克蘭的兵源很重要 每一位 對烏克蘭來說 都是相當重要的 軍事資產 我們可以這樣說 另外 烏克蘭 也有收到 一些無人機 最近 應該都是他們自己國產的 一架叫AQ-400 一架無人機 烏克蘭最近接收 大家都看到烏克蘭的軍輝 這一架的無人機 你見到逆展 也不是特別長的 所以你說是否飛很長的航時呢? 等等 聲力 看來就不會特別好 而我們說到這個AQ-400 這肯定是戰鬥無處 不純粹 我們說 不只是純粹造成監禁 我們相信 都應該是拆大一體 這個情況 現在 有了這架的無人機 當然他們永遠報導 都說這是一個里程碑 但其實 烏克蘭都已經有不少的 國產的武器 開始投入使用 所以你說是否 去到標誌式 我又覺得不算 它以前也有做過一些 更加遠航程的無人機 出來 所以這一部的無人機 AQ-400 我相信 對一些中短程的攻勢 有頗大的作用 始終它都是屬於一種固定翼 所以它的籌載量 絕對比我們平時 例如我們經常說Vampire 那種 或者Baba Yaka那種 不是差的 即是你說15公斤的籌載量 以旋翼機來說 是非常厲害 但是這個固定翼 我相信 它接下來的籌載量 可以比較大幅度的提升 你說是可不可以去到兩倍 兩倍半、三倍呢? 這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現在這一部的無人機 接下來是會量產的 它的量產的速度不會特別高 首先會量產100部 慢慢會去到每個月 能夠生產500部 但是你說每個月生產500部 多不多呢? 一條流水生產線算不差 是否只有一台 一條線 或者可能500台 我想也不可能是一條線 可能是三、四條線去做 一天就做兩、三部 你計算一下 一個月500台差不多 那個產能 如果可以做到這樣 當然是相當不錯 現在可能每個月 可能做到80至100部 就不奇怪 即是說 生產線可能要擴展 以及生產流程可以壓縮 等等的情況 我們就要再看官方 要如何宣佈 這隻無人機 AQ400 都頗遠的 它都飛到750公里 它本身發射 你可以透過一個短的跑道 或者用一個直接 彈射器 不停彈射器 它的載殼可以到32公斤 甚至乎 如果你這麼粗 你以犧牲的行程 去犧牲 你可以大幅縮短 然後籌載量 可以提升到70公斤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真是比 你說帶著15公斤的Baba Yaka 是一個質的飛躍 即是明顯籌載量是一倍或以上 甚至乎 即是可能說 去到三倍左右 四倍左右的實力 所以這部無人機 固定溢力來計 都相當之好 而它當然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快速去組裝 以及要夠便宜 因為你量產 它的成本不可能太高 那麼那個成本效益要做得好 就是說 你每趨為一個金額的目標 那你的unic cost是多少 這些就是現代資產 戰爭的資產 去計算的時候 即是要通過財政部 通過財政部 通過財政審議 你就要做到 俗稱的平靈正的形式 Anyway 現在似乎 他們的小液設施和工程公司 那些網絡 都是如何組建 這種神風攻擊的無人機 那些情況 你說它是否百分百國造 即是零件 其實都肯定不是的 肯定有些是來自採購 即是來自採購 包括你的螺旋掌 這個動力系統 都很明顯 去外國採購 例如說 你問意大利、德國、英國 多數都是這些國家 找他們去採購 但是呢 到組裝 或者組裝 都應該是 烏克蘭境內生產 我們相信 都很明顯 你說今次 去製造這架無人機 你說背後 會不會有高手 第一 就將那個 技術轉移 即是 將那個無人機的技術 轉移給烏克蘭 我相信是有師傅的 即是你說要無私自通 等等的情況 當然你的性能 如果第一 你的籌載量會低一點 你的速度低一點 你部機小一點 是嗎 動力差一點 你飛行高度低一點 等等 犧牲了這些元素 沒問題的 但是現在看來 這部機時事正正 即是很明顯的 看到它的飛行高度 不會差的 一定不會差的 可能我們在說 它的飛行高度 會不會可以去到 五千至一萬呎 即是去到這個高度 不差的了 去到這裏 然後它又能夠提供到 最多70公斤的籌載量 來計算 你說沒有外國的技術下去 例如引擎 它本身的升力設計 即是它可以在高空 或者我們說到 空氣裡面 在空間裡面 持久飛行 等等這些 我都相信 是真的有外國的技術 去加持下去 以及最重要的是 流水式作業的成本效益管理 這件事絕對是西方 最… 可以告訴大家 最厲害就是這件事 即是 你做到那件事好 其實都已經不容易 但你怎樣做到好得來 是 consistent 每天都做到 每次都做到 甚至乎100次 裡面有90次 你做到 99次你做到 這個就很難的 即是你要很穩定 做到 技術很穩定 如果你做到這樣 那些成本效益 當然是最高 賺錢的能力 會最高 以及最重要的是 交付給部隊的能力 亦都最高 這個也是 戰爭的 很多時候的產品 我們最體重的 其中一個能力 就是這裏 所以我相信 現在的廠 其實就務求 可以盡快推出 這款產品 我們都會去觀察 究竟 現在 烏克蘭除了 巴巴雅卡 即我們說一些 可能是單兵 或者可能班級的 這些部隊能夠使用 這一種 我想就要大一點 年級 你說是否去到型級 又不用 可能去到年級 即便能夠使用到 這一種的部隊 你最幫助的是甚麼 阿夫迪夫卡 肯定是幫到手的 好了 或者你說 如果在其他前線 即我們說 在 即我們說 哈林基 即現在在 赫爾松的地區 去使用過 我相信 這種無人機 使用 都相當幫助 當然你說 烏冬也可以 但烏冬那邊 最大的問題 就是俄羅斯干擾器太多 所以 無人機 如果你說是貴重的 就不太適合了 即你說 是比較便宜 正的無人機 比它更便宜 可能是會好些 當然我們都要測試 就是 你說俄羅斯 烏冬那邊 即Po 21 或者我們經常說 電戰三寶 究竟那些干擾力 去到幾強 其實肯定是大的 因為那個資源上 俄羅斯丟在烏冬那邊的戰場 他們的武器規格 是真的比較高的 後面又有很多 例如防系統的支援 有很多人 軍人附近的支援 彈砲合一 例如S-1 Panzer的防衛 很密集 大量的導彈系統的防衛 其實無論在烏克蘭佔領區 或者在俄羅斯本土 都是這麼大的實力 用到這些無人機 成效又如何呢 我們都要繼續觀察